那在小玉米生活呢 他需要一種能力就是憋氣很大 所以他對喉嚨跟口跟鼻子的控制就很強 他可以控制他隨時想要憋氣他就可以憋氣 所以他慢慢的這部分能力越來越講之後呢 他就可以講話了 你會覺得有點暗 不會啦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色會太亮了 所以他就開始的any18展生有辦法控制你咽喉的能力 控制你鼻子的能力 控制你講話的能力 控制你鼻氣的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檢查 有些生物講話越清楚通常這方面能力越強 在幹嘛 你在爭辯什麼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只是控制了棉毛嘛 那個精確 或者是你剛剛講的東西 是因為我們從小 我們從小生活在某個國家 那這國家他講英文 或是講文字的習慣 講語言的習慣 他習慣了措法 所以他的嘴巴裡面有些肌肉沒有用到 或有些肌肉都耐過 所以像西班牙的話 不是有一個嘖嘖的音怎麼講 不是 你們會發這種音嗎 不是 你們會發他這種音 再一次 不會 他這就是西班牙話特殊的講 他從小 從小就學了 所以他分了肌肉才去發牌 他可以很順利講這種發音 那我們不習慣的就沒辦法 像日本人他們講R就有困難 R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認識一個朋友 我們那時候認識一個朋友 日本人 他們在講那個 因為日本人講MAR MAR MAR 他們怎麼講 Mark 這個字 馬路克 那時候我有認識一個老師 我們活動的時候認識一個老師 他是受過資本教育很長時間 他年紀很大 我們講一 二 三 四 一 阿路 三 四 二 他沒辦法翻譯 他就在叫阿路 很習慣嗎 餓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童年都笑他 他就很難過 每次笑他 他就很生氣 對啊 老爸 你就記在你的嘴巴 在童年一台 所以說來 四 二 三 一 阿路 三 他講阿路 沒有印象 他講四 但是他聽他講二的時候講阿路 對 他在唱歌會講 不是二 其實就是阿路 因為我會講 你們也看過資本講一個嗎 阿路是阿路 好 那個 就是生物生長環境 剛剛講生物圈也講過了對不對 好 那這段是差不多講完了 我們就進去第二章 耶 終於講完了 終於講完了 有了 終於是最後 有了 他講阿路講 二號 第二章 我們要看那個 生物體的構造 細胞 細胞 生物體的構造 細胞 細胞 細胞的工作 什麼啊沒有 還是細胞的工作 那個是染色 那一個人看起來 他也不太壞壞了 在課本身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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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看 這好看 好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開放聊天的是不是 沒有 這邊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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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怎麼樣 好 就一直跟你講 所以你是邊緣 來 那個資穎 走走看 二之一 二一之一 你在講什麼 十打瓜瓜 七八九 你看過了沒有 沒有 看過了給說它 那重點在哪 重點 重點 在細胞 就是 嗯 細胞 每個東西 就是用 細胞上用細胞組織 OK 各種細胞 生物體是 用各種細胞組成的 玻璃有細胞 玻璃啊 玻璃是生物體 他就跟你講生物 你真的 好 所以這結局 其實要擠一下 他講生物 生物的基本構造是細胞 那誰發現的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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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是大部分是你懂了之後你要用自己的話講給我聽 用自己的話講得出來的你真的懂 要用自己的方法 他就意外發現了 他怎樣意外發現了 他給我寫文靜觀察器片了 對 所以在這個發現細胞的過程什麼東西是關鍵 寫文件是關鍵對不對 寫文件 為什麼你要不要這樣 為什麼你要不要這樣 所以其實我講的是我們在發現任何事情 有時候那個工具很重要 裡面有適合的工具 適合要發現一個新的實驗 有時候要去發展一些新的工具 發展新的工具 那就可以設計可以去觀察可以記錄 好 那寫文件他去觀察軟木砂巴那裡面有一個一個 可是他就很大膽的預測說 那我覺得應該所有的食物都是要是一個一個做什麼 啊這樣 不是 舉個例子 從那不是 對 人類細胞不是一個一個 人類細胞不是一個一個 那人類細胞是怎麼樣 一大一坨一坨的 一坨一坨的 一坨一坨 一坨一坨的嗎 一坨一坨只在黏在一起而已 一坨一坨一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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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坨一坨的 或者是一圈一圈的 或者是一球一球的 我們吃過湯圓嗎 你吃過湯圓有沒有 沒有 你吃過湯圓 我們吃湯圓的時候呢 如果湯圓的水吃光了 湯圓沉在鍋子底下 你明天要吃的時候湯圓會一坨一坨 一坨一坨在一起有沒有 沒有嗎 快就會變大而已啊 也不會黏在一起啊 吃過耶 沒有黏在一起啊 可以吃哪一坨 他不會看你一坨一坨 一坨一坨 會黏在一起啊 對啦 他沒吃過湯圓 好沒有 生氣 小麥的經驗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你每次都會吃光 好 或者是 你如果去吃那個什麼 那個鍋麥奶茶 你那鍋麥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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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在冰箱一天之後呢 你放在冰箱一天之後呢 你在吃的時候 你放那個 那個 黏在下面一坨有沒有 一顆一顆黏在一起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像細胞一樣 一顆一顆就黏在一起 好就像細胞 我真的拿來講 細胞也是這樣 這條件 好它就是我們 蛤 妳講什麼 不要你啊 大家就問你 你還以為沒了 這是他講我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齁 這就是細胞的一個構成 所以基本上我們所有的生物體 它就是細胞構成 細胞有很多種 有的是像我們表皮細胞 實際上在 我們在人體 從一開始的一個受精卵 分化分化分化 分化成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現在告訴你 是你在上課嗎 還是你要去旁邊坐 對啊 我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 我不希望在上課的時候 還在管秩序 你們來這邊是自學 有能力自學 有自己控制的能力 好不好 每次你的事情 我就要罵大家 這樣子好嗎 罵他後面大家 對你不開心啊 不是嗎 會不會把他放進去 這樣子齁 OK 好 細胞分化很多種之後呢 譬如我們表皮細胞 給你的舌頭的細胞 跟你心上的細胞 會不會長得不一樣 不一樣 跟你的舌頭的細胞 會不會長得不一樣 都長得不一樣 這是它的分化的功能 它細胞一直分化 分化成不同的需求 分化成不同的樣子 那課本上你們有提到 譬如有紅血球細胞有沒有 在第27頁的第三個 紅血球細胞 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長線的狀態 口腔細胞呢 一顆一顆 它比較規格形狀的 紅血球細胞是圓形的 圓排形的 有點像 有點像飛盤一樣 神經細胞 它是 一顆螞蟻很多的觸角 很多的觸角 你知道嗎 神經細胞最長 一顆細胞最長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可以到一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 它不是看了肩膀 看不見了 你看它很細的一公尺 它很細 所以它神經細胞 有時候它的小處角 伸出去可以到一公尺 像腦袋的細胞 為什麼說我們在腦袋 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 怎麼樣你要注意 這樣 你的頭到 如果你的神經細胞 有到一公尺 反正它只要兩顆就夠了 它確保你的蓄體是通的 你看 這麼細的繩子 你用頭髮斷掉 對啊 所以它是不斷的 它就是頭髮 大概可能從我們的脊椎骨 這樣沿針下去 這細胞 這個神經細胞 是鼻子這樣切斷在一起的 是這樣 變成一束就對了 就跟頭髮長頭髮長 一束長頭髮 那一束頭髮 它可以傳避訊息 神經細胞在傳避訊息 大概傳過來 它不小心斷一根斷兩根 它訊息還是可以傳過去啊 如果只有一根 或只有兩根 你訊息可能就傳不過去啊 所以有時候會通 有時候通有時候不通嘛 那時候會很麻煩喔 所以那缺乏你的訊息 缺乏你的訊息 對 缺乏你的訊息是通的 手麻掉 基本上應該是學循環不好 所以它那邊 有點 被中風 就是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 比如我們睡覺很怕的睡覺 你會壓著啊 壓著你的手這樣 會麻掉 這樣 這樣中風機率會很高嗎 什麼中風機率會很高嗎 中風機率 怎麼樣的情況中風機率會很高嗎 邪欲不循環 邪欲不循環 看不循環在哪裡啊 腦袋 腦袋不循環的話 通常就是因為是 中風調整腦袋不循環 很難去說 我壓過到腦袋的血管 然後不循環 所以通常你腦袋的血管不循環 是因為它很中風 中風就是 它的血管破裂 然後它出來 壓過到你的神經 那時候就是 算是我們講中風的現象 通常看中風 有時候小中風 小中風的時候 醫生會趕快去做一些處理 當你會在流血 會在流血之後呢 他慢慢的 這小的血會被吸收掉 會被一直自己吸收 那你不要太高 怎麼會啊 我差一點血 我差一點血 你差一點血 你差一點血 死血過多 上歸年之後還不知道 那再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動物的細胞結構裡面 就要哪些組織 哪些組織 動物的細胞結構裡面 哪些組織 動物的細胞 裡面哪些組織 動物的細胞 有細胞 有細胞 不是不是不是 什麼 細胞核 細胞核 細胞壁 有細胞壁嗎 沒有細胞壁 哪裏算作為細胞壁 動物怎麼在哪 細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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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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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細胞核的功能是什麼 來凱君說看 細胞核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兩個細胞中間的一個交種東西 細胞核 不是啊 喔 細胞核 不是細胞 對 兩個細胞齒是核類 喔 核喔 喔 核喔 喔 核喔 簡直要黏成這樣的話 問題啊 細胞的 生命終居 可以遺傳DNA 誒 這是念虛還是念什麼 虛啊 中居 病嘴啊 這是細胞什麼 虛 中居啊 中居 中居啊 中居啊 中居分 為什麼記得是念中居 中居 中居 拿出你的教育物資料 欸 所以 都滿差不多 可以 可以 所以 這是念書喔 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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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居整形中居的意思是 很重要的德情 對到中居 喔 是 是 是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好 好 好 所以 細胞核是什麼 來 陳菱說說看 蛤 說說看 來 東菱說看 細胞核是什麼 細胞核 細胞核 細胞核是唸中居 中居 中居 對 細胞核 細胸核是唸中居 細胸核是唸中居 它就跟課本的書一樣 唸中居 中居 看 它就不說 尤其是唸中居 你還有重要的DNA DNA是什麼 DNA就是 就像你 對問他 OK 你說說看 來 什麼 血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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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血圓 血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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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家 我第二家 我第一家 趕迫我的腹包 近鏡在乱枝也不會這樣 因為前面就很難聽嘛 像以為他用火去 好 這個太想長大了 好 所以 他好可愛 天天 天天是以上一種 我都不是人貝對不對 那99.99%的DNA是長的一樣的 99.99%多的DNA長得一模一樣 你說人類的呢 人類譬如說你跟仲敏的DNA99.99%是一樣的 那跟我也是一樣99.99% 但是你跟你爸爸媽媽的更近 但是99.99%一樣 是傑哥哥類的 傑哥哥也是一樣的 沒有100% 沒有,如果那個跟你100% 那就是 如果你可以小胖100% 那你就是小胖 就是他的複製人 對 不要咧 基本上就算是400% 就算是同軟雙胞胎 他100%接著相同 但是長出來不會關於一樣 因為我們出生之後 你會受很多外在的影響 雖然表面上看得一模一樣 但因為外在的影響 外在生活條件的影響 對 還是會重點一些差異性 不過你跟一樣 就算是複製人 我拿中文的細胞 就複製一個跟他一模一樣的 別人類的一個 一個人 這個人長大之後 他跟中文還是一樣 會有差異性 他跟中文還是有差異性 對,你要看他活多久 複製人這個收益比較短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要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看書 你有看書非常好 有 別人也會看書 當然 像你 也少 你講這個東西是這樣 因為我們上次講陶麗羊 他複製人出來之後 可能會掛掉 就是複製的羊 他的父母親 對,你們很吵 我都還沒辦法講 他的父母親 也許他的壽命是15年 等陶麗羊活了7年就死掉了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說 複製的 生命比較短嗎 生命之間比較短 可以這樣講嗎 當然不可以 他可能是生病死掉 對不對 他可能是生病死掉 沒有生病嗎 可是如果你正常的 比如說 一樣 同樣的狀況 沒有生病 那他的壽命還是可能會比較短 可能嘛 但是沒有很精確的數據啊 你只做一個 你怎麼知道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只做一個 你怎麼知道 我確定了所有的複製的人 都會比較短 生命比較短 知道 再做一個 對,也許要再做一個 剩下做100個 才有辦法確認這個事情 如果做了100個 平均壽命都是比真的 真正的瘦病少了一半 我們可以說這100個 只要是複製的 通常會瘦病比較短 沒有 但是有沒有做這個實驗 沒有 目前還有 每次做過這個實驗 每次做過這個實驗 有辦法 那細胞質是什麼 看一下喔 就是兩個細胞中間的一個 一個很像膠狀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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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化學反應的情緒 OK 化學反應的情緒 都在處理 化學反應的情緒 你以為我們都看課本 然後成瑞 基本上我們在討論這個主題 就盡量在這個主題 你不要 你不要講到這個 太好煩了 今天講什麼就好了嘛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你是因為第一個你沒有舉手 第二個你問題跳出 那就半個了 我問到這個 我問到這個 你剛剛說 我們要不要做這個 複製腰的實驗 我靠 你幾乎的問題忘記了嗎 很久了 OK 細胞質 好那講一下細胞質 細胞質 細胞質是一個腔瘦固體 其實細胞質 它課本就寫這麼簡單 它位於細胞膜 跟細胞核中間 是許多化學反應進成場所 知道就懂了嗎 什麼是細胞質 那有細胞質看什麼 有 就是 比如說 嗯 對 這什麼 就是 細胞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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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東西又會吸收氧 吸收 環質環質環質 跟裡面的東西 產生了某種化學反應 讓它釋放出的能量 提供給人類一個能量 讓它可以維持 呃 很瘦的 就是 它 它 可以有活動的能量 好 基本上細胞質就像是我們 我們這種吃飯 比如說我們吃一次 啊這個菜我不想吃 你在倒在哪裡 在這桶啊 吃一桶 沒有吃一桶 就會倒進去的嘛 那 比如說它 它好難喝 為什麼它倒進去 好 那一鍋有點像細胞質一樣 反正所有東西 藥跟服藥全部混在一起 大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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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沒有找豬來吃 但是你身體裡面會有一些 譬如假設裡面身上有些 譬如像葡萄糖的東西啦 裡面可能有一些 痛苦的東西啦 裡面有一些雜質 蛋白質 有一些雜質 你的身體呢 會去分析 譬如你在身體 這個細胞它覺得 我氧氣不夠了 它就會幫助熏悠 通知你的肺 通知你的血液 趕快送更多的氧氣過來 它氧氣也是進到你的細胞 在哪裡 所以細胞進來之後呢 這個氧氣得到 這個細胞得到這個氧氣了 它得到氧氣之後 它開始跟 就開始有果然產生反應了 它的反應量很可能 當然在液體裡面 在這一波水裡反應 它就開始 這是葡萄糖 我的氧氣跟它做反應 你釋放出能量 那葡萄糖就被分解 葡萄糖被分解 就得到 那分解完 剩下的東西是什麼 剩下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融在這一區裡面 所以二氧化碳變成肺乳 那幹嘛充斥 我這裡有太多二氧化碳 讓它抬出去 所以 血管通過的時候 它把二氧化碳給抬出去 血管就帶著 那一樣我反應碗 譬如葡萄糖 反應碗有很多 反應不完的東西 肺乳的東西 那一樣如果血管就抬出去 所以 基本上這個細胞質裡面 它就在做很多的這些事情 所以它是一鍋 炸雞大發的東西 你有沒有聽過 在太平洋中間有一個環流 現在呢 基本上我們全世界 舊的垃圾都跑到那邊去了 開始變一個窩窩窩 那窩窩窩 那窩窩窩 現在有人就說 垃圾糖 你叫垃圾糖 走吧 你不要說 因為無謂的回答 你這樣很像硬生蟲 就像斑球要打爆 在亞洲跟美洲的中間這邊有一區 這一區的範圍大概是四個德州到五個州 最多的地方 非常非常大 對 它就離不在那邊去 那那個垃圾 譬如說 像可能有人去海邊玩 它這個飲料會在地上 那當我來就帶走了 帶走 它就回到海裡去 沒多久它就循環 一直循環 它就往裡面那個循環 炫波中間集中 然後集中到這邊去 那邊也是一鍋垃圾糖 像是讓我們的細胞股 給你吃一顆一鍋 就是打雞打板 蹲在一起 它是有物種 比較小 應該不會變成新的物種 那同樣的道理 假設你太多的刺激物質 剛剛吃了太多的刺激物質 那是哪個細胞股 它會刺激你的細胞產生突變 例如什麼 例如什麼 我不知道 這是會產生物質 所以目前有些 有些 好像這樣的 你要坐下來 躺到的色培根 這也很高 你太高了 為什麼要改變 修憶 可是那種精英突變 就是精好了 蛤 會變好的精英突變 會啊 精英突變精是好的 我們要跟妳是別人精 那種精英突變 然後精英突變 然後精英突變 然後變好 比如說你已經很高 就是你手斷 像斷掉 斷掉不好的對不對 啊 等等 手斷掉不是精英突變喔 不是 就一伸出來啊 是一直 不是啦 他的意思說你伸出來 伸出來就沒有手 就沒有手 對 比如像那個 那種缺陷不是土 啊你是殺輪的缺陷 啊 對 一般來講這個東西 一般來講 這 這是屬於算是缺陷的 因為我們在發育的時候 這個細胞 在發育成 一個嬰兒的時候 他的手 就會發展到他某程度的時候 手真的細胞 不管不知道怎麼 他不發育了 他就停掉了 好 那基本他這個 人的細胞 並沒有挺太多 問題啊 他生出來小孩 是很正常的 對啊 所以他肌肉沒有問題 下面一個提 下面一個提 那這些 除非他 除非他去醫治的有很多種 有可能什麼 有可能他媽媽 在懷孕的時候 吃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又多喝了很多 檔料 咖啡 稀母 噢可能是 我不知道 各種肯都可能 因為現在 我刚本来想讲咖啡啦 我刚本来想讲咖啡啦 可是实在我的证明说咖啡影响没有大 不有一天只要控制一杯或两杯 就有一个影响 环境的时间 环境的时间通常妇女的女士要稍微控制一下 尤其是太刺激性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猜耳的发育 因为它在发育的时候 它细胞正在分裂 它这时候有一个织织性物质进到细胞里面 却阻碍它们分裂 那就不会再分裂 所以激情而生 激情而生 所以细胞体里面其实很多部分是水 大部分都是水 都是液态的 什么是液泡 液泡 液泡 液泡的细胞 来 鱼倪先看什么 液泡的细胞 印象的细胞 有含水的细胞 有含水的细胞 可以 可以 OK 好 其实液泡里面都存在细胞的细胞中间 实际上是这样 假设我这是一个细胞 这皮就是细胞膜 我们要吃东西呢 它东西比我看到那边有个东西 要进来要进来 它不会用那种包进去 包进去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具有食物的液泡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距离 要去分裂它 分裂完之后呢 它可能要把肺乎排出去 看一下就从里面有个包包 看到细胞膜 摊开 它就排出去肺乎排出去 它就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所以这是液泡 在这个细胞里面主要的方式 所以它储存的养分跟储存的肺乎 所以你很难说 哪个液泡里面是养分 哪个液泡是肺乎 怎么去区别 特别胖 照理一场是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 它就是进来的就是养分嘛 然后处理到一半的人 就开始有肺乎了 处理完的都是肺乎 它就排不去 那就这个过程 排到细胞的外面啊 你说 那 液泡的大小是有关系 有关系啊 你看一般的细胞膜的关系 它会控制液泡的大小 进去跟住去的时候 它会控制液泡的大小 所以不同的细胞 它里面液泡可能大 有小说用 不太一样 对 那 其他课本上是这样乱 那它的意思是 植物的液泡 会比德内的液泡还要大 欸对 相对来讲比较大 它液泡比较大 那植物应该 陈佑你有听不懂他讨论吗 有啊 他讨论什么 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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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泡怎么样 液泡 笑 那 你可以专注在我们的课程上 我们专注在这个 你而且也不要再讲太什么 不要再讲太多 你如果觉得它很绷 你只要把他拖出去那边 okok 可以想说 其实是这样 你只要把他拉到很像 好 非常好 他这么暴力 那我们 我们 我们 纵容暴力 霸凌事件 对 因为受伤 对 来那个 真诚说说看 什么是你见解 创建 你见解 因为 细胞都很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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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发电场 你们想一下都是发电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比如说风力或者水力 风力就一直转在那边转 所以在里面有风 蛤 在细胞里面有风 有 很像 那什么意思 他就是发电嘛 有点提供能量 提供能量 对他怎么样的产生 他就是我们新猫里面的发电场 他到底什么提供能量 他不可以运作 什么样的运作 转回转去 你用转回转去 你知道吗 一般发电场是靠旋转发电 但是他在转动之前 而且他 而且他 用风力发电 风一吹他转动很发电 对不对 那他旁边 你有在细胞里面没有风 他不可能用到风去吹动 就东西去转 对不对 血 血也没有 有细胞里面是这样的 细胞里面有没有写 你知道细胞里面撒轮蛋 就只有课文上面细胞里面有没有写 没有 说看细胞里面有没有写 有 有 有还是没有 有 贊成有的举手 请不说看为什么细胞里面有写 意思你原本就有写细胞里面有写 好 那不站的来 请举手 不站的在这边说看 来终于说看细胞里面为什么有写 嗯 因为 因为血有 其实在外面会有 就是把它包覆的东西 所以 他的血液没办法扩散到外面 那他如果扩散到外面就等于外出血 然后那边就 因为自己做的时候会辞掉 里面是怎么有 细胞里面有写 没有 为什么细胞里面有写 因为写面只有红血球 多属多属 多属多属 因为他里面没有红血球 红血球过不去 对 因为红血球很大 我们打力的血来讲的话 就是红血球 血小白 白血球 混合在一起的那种血 这些细胞就是一对细胞的主题 然后这些一对的细胞 这些细胞跟 我们现在从长征跟东细胞 谁比较大科 我 我 谁比较大科 东细胞 我们讲的是细胞 细胞的等级差不多等级了 就是他们细胞大小 可能差不多 差一点不大 所以这么大一个细胞 进到细胞里面说 我这细胞里面有血液 也就是这细胞里面有很多的细胞 有红血球细胞 有血小白 有白血球 不可能 不可能 就不可能了 尤其是白血球的细胞 白血球的细胞 是目前来讲 是最大的 是很大的细胞 所以不太可能 但你整 这个细胞可能是皮肤细胞 皮肤细胞 有白血球细胞 是不可能的 所以 细胞里面有没有血液 没有 没有 细胞里面只有细胞值 那我们讲一些题 是发电厂 那什么叫发电厂 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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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些反应图 按照这样讲 这些反应图 要在哪边发生 在哪边发生 立腺细胞 在那边 立腺细胞里面 没有错 那懂意思吗 我们之前想的 那么多的反应 可以产生能量 所以 既然看天空中 立腺细胞 是主要的能量 产生的地方 所以这些反应 是让大部分的立腺细反应 懂意思吗 懂意思吗 什么意思 你懂啊 OP 我们刚刚在讲 立腺细的功能是哪 这个 他骗了 打下去 不要 他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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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进到 细胞里面 他加上细胞里面 跟细胞里面的 东西 产生那个反应 那他反应的场所 有截在 だから 因为 反应的过程 那 Divine是 主要的能量产生的地方 所以رض debt 它说 所以这这个 细胞的这些 crying 帮忙 讓他在地線裡面產生這些氧化白銀的部分 然後他可以幫助很亮 他可以幫助很亮 你要去跑的感覺 要來一個點頭髮的感覺 那個座椅幫我先關掉一下 蛤? 關掉了 關掉了 把喝起來就好 把喝起來就好 關掉了